時間桃園夜市就剩夾娃娃機店 燈火通明 突然間一台車衝撞進來 撞擊力道十分驚人 正面重創的機台當場解體 零件噴飛 更有一個小機台噴到上方 警方貨爆趕到現場 警方衝到肇事車輛旁拉扯 但駕駛還是想要硬闖 有駕駛數字 有加速度 事情就發生在五號凌晨三點多 桃園武林派出所遠景 在巡邏時 在三明路與民生路口 發現一輛小客車快速 紅燈左轉 警方立刻尾隨鳴笛 示意車輛停車受檢 不掉教室不但不停車 還擦撞路邊車輛加速逃逸 最後撞進去夾娃娃機店 深夜巨響也把附近民眾 嚇得跳起來 拖掉車 將教室車輛脫離現場 路人叫車遭到推撞 連帶導致夾娃娃機店 多台機台受損 一著一早趕來收拾 邊苦笑邊收拾 夸當酒駕沿路鑽 一共毀損四台機車 一輛轎車 駕駛酒醒後 除了面對應有的罰則 後續賠償也在得著他 三天新聞 石民淇淋 七尾台灣傳媒報導 超意大利 夜叮繡 四處 二手 一手 一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